真是太好了 哈扎德即将迎去肯尼 孩子们终于是有妈的孩子了 为此干妈带着孩子们奶奶特意祝福哈米德一家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哈桑原本是要资助哈扎德的 就在哈扎德前天去县城打工的时候 去找哈桑 哈桑又变卦了 现在哈桑和祖利卡也有点不太愿意帮助哈扎德 真是没有想到呀 前几天哈桑和祖利卡来的时候还说要帮助他们的 现在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老太婆和哈扎德说等我回去的再和他们说一下 如果他们还是不帮你 老母亲把家里的羊卖了给你钱 干妈和哈扎德说就算没有人帮助你我和大伯也会帮助你的 你也不要太上心了 哈扎德说其实这也在我意料之中 毕竟我们兄妹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过 他们不帮助我 我也不记恨他们 干妈和哈扎德说你结婚如果没有婚房 可以去我家的 我家现在还有好几间空房了 哈扎德和干妈说其实我现在还是不愿意结婚的 现在不也过得挺好吗 我一定能把孩子们抚养好的 令我最担心的还是怕肯尼的家人来找孩子们麻烦 毕竟我家现在什么也没有 就算现在你们能帮助我 那都是暂时的 肯尼的家人肯定会发现的 还不如等我挣了钱以后再说 那样肯尼的家人也不会有什么说的 哈米德和哈尼见到爸爸要不结婚了 立马过去劝说爸爸 哈米德和爸爸说我们非常的爱肯尼 而肯尼也非常的喜欢我们 爸爸和孩子们说你们根本就不懂这些 爸爸是怕你们受伤 爸爸是为你们好 至于结婚的事等爸爸再和你们干妈和大伯协商一下 接着哈扎德问干妈和他丈夫的事情 干妈说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 看来干妈家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 干妈和哈扎德说你现在也不要管我的事 现在还是把你和肯尼的事情 咱们好好地商量一下 而老太婆还是和干妈一样同意 哈扎德迎娶肯尼 至于钱的话 老太婆回家会和哈桑和祖利卡 还有哈扎德其他的兄妹在商量的 干妈和老太婆还是觉得哈扎德 现在自己家举行婚礼 如果有什么事干妈和大伯会帮忙处理的 在和哈扎德商量的差不多 干妈和老太婆便先回家了 在和干妈奶奶告别后 孩子们也先吃饭 今天商量的结果就是让哈扎德先结婚 剩下的是干妈和老太婆会处理的 那么哈扎德具体什么时候会迎去肯尼呢 明天的孩子们又会迎来怎样的一天呢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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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